嘿 我是小船 这期影片的主题是 2020年之后长期让你赚钱的 5个副业技能 长期持续稳定获利 真的非常无敌重要 毕竟人生这么漫长 如果你经营某一个项目 即便能够一下子赚到钱 之后又突然没有收益的话 那就没有意义了嘛 你的人生职业规划和培养的能力 一定要让你能够长期稳定赚钱才行 所以呢 这期影片想要跟大家分享5个 2020年之后 能够让你长期赚钱的 5个副业技能 哦 对了 打一个小广告 小船团队现在在招募团队的新成员 我们需要真正有实力的你 加入我们的话呢 你可以获得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水平 不需要通勤 完全自由移动工作的环境 还有就是年轻 有激情活力 有进取精神的创业团队氛围 并且可以免费的学习自媒体经营 和网络行销的知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详细可以看一下描述栏报名哦 等你跟我们一起创作出更大的价值 不过呢 在进入主题之前 想要先说一说 以下的内容不适合谁 看完影片 立即想要赚到钱的人呢 真的不适合看这部影片 甚至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直接退订了 那这期影片 甚至是我的频道适合谁呢 主要是适合有长期视角 长期想要获得盈利的人 不是追求那一瞬间 是长期想要赚到钱的人 还有一点就是想要靠个人的能力 赚到丰厚收益的人 而不是几百几千块而已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就推荐看这一期的影片 为什么我不推荐想要不思考 想要投机 想立即能够赚到钱的人 继续看影片呢 因为其实老师说 平时看留言区 偶尔也会出现一些这种类型的观众 但我要说一下 因为你想赚钱 首先需要有一门本领吧 然后为了掌握这门本领 怎么说都需要一段学习 还有锻炼的时间 如果只是说按几个键 就能够立即赚钱的话 首先那就不是技能 其次没有一个技术上的护城河 换句话来说 谁都可以做嘛 那样的话 你怎么能保证自己的盈利模式 能够一直走下去呢 再者 简单轻松赚钱 这种宣传 这种赚钱方法 大概率其实是诈骗 需要大家自己警惕一下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听一听 这些大实话 然后用一个正确的心态 去学习怎么赚钱 知道掌握一门技能的重要性 然后理解和学习 都是需要时间这个试试 那OK 如果你想要长期持续盈利 想要获得更大的收益的话呢 那就非常建议大家继续看下去了 首先推荐给大家 第一个重要的技能 就是内容能力 换句话来说 就是文案写作能力 还有表达能力 不管是你写部落格文章 还是写行销文案 还是写IG 写Facebook 写Twitter的贴文 甚至这些YouTube影片脚本 其实都是基根在文章上面的 未来即便 例如AI有多发达 能够取代多少工作 唯独这一种创意性的工作 是永远不可能被取替的 是最高价值的 说起写文章赚钱 其实最让人熟悉的领域就是 例如大陆微信的公众号吧 那大家知道公众号的文章 广告报价是多少吗 我听说一次的阅读 会有一到两块钱人民币 那假设你每篇文章 仅仅只有五千次浏览 每周能够植入一个广告的话 一个月你也可以轻松的 获得两千到三千美金的收入 但是呢 如果你都已经可以做出有用的内容 吸引流量有这个能力了 那你何必去帮别人卖广告吗 你完全可以透过内容 去卖自己的产品 更高效的 把你的内容能力变成现金 同样的 其实经营YouTube频道也是一样 特别是对于内容能力 要求很高的那种知识型频道 通常CPM 也就是每千次的广告播放收入 比其他类型 就例如娱乐型 游戏型的频道要高 所以赚广告费的效率就更高了 就例如YouTube影片 10万次播放的影片呢 也会有几百上千美金的收入 前提是 你真的不需要找厂商来止入广告 这个广告收入是自动的 而且我的这一部影片 其实以前跟大家剖析过 具体10万次播放的影片 到底能够赚到多少钱 所以呢 在这个时代内容能力强的人 就像掌握了现代的资本主义链金术 现金可以源源不断的打造出来 而且你做出来的内容呢 原则上24小时都可以为你带来收入 那说了这么多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 到底哪种水平的写作能力是真的厉害的呢 我觉得是简单快速 然后直接又正确的传递自己的思考和想法的能力 这个呢就是内容能力里面基础中的基础吧 除此之外就是根据自己的意愿 去说服别人感染别人 甚至是洗脑别人的能力 内容应该很多人都会知道 Copywriter这个职业 就是目前最高兴的技能 其实可以想一想会写行销文案销售文案的人 他本身自己都很赚钱 甚至还能透过这个技能帮客户赚很多钱 接下来推荐给大家的第二个技能就是行销设计能力 例如一些网页设计啊 YouTube的缩图设计啊 还有就是IG的天文设计等等 目前来看这些技能的需求都是很高的 即便有像例如Canva这种菜鸟都可以简单设计好看图片的服务 但是呢肯定跟专业设计师用专业软件做的图片千差万别 就好像其实我的频道之前的缩图也是我自己傻瓜式的设计的 但自从找了专业设计师之后 影片的点阅率就得到了挺不错的提高 现在很多公司做任何行销活动 或者是说任何内容基本上都需要专业设计 如果你设计的例如landing page能让客户赚很多钱 你设计的缩图点阅率让别人有明显的提高 大家都想要把设计的工作交给你 而如果你在这个领域里面越知名能力越强的话就能赚的越多 第三个推荐的技能就是影片剪辑 自媒体时代最厉害的特征就是人人都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媒体 做内容培养个人影响力 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像现在那样用影片的方式 特别是以后5G的来临会让大家看影片 制作影片的门槛越来越低 甚至现在大家拍影片很多人都用手机拍摄了是吧 甚至现在广告商打出来的广告 基本上很多都是以影片作为载体的 如果你有剪辑这一技之长 接下来大段时间都不怕没有工作 第四个推荐给大家的技能就是广告投放 这个真的是需求非常非常高的技能 为什么呢 因为具备投放技能的人在这个市场上还是比较人才短缺的 现在大家都说网络事业很赚钱嘛 所以经营YouTube 经营部落格 经营IG 其实都是为了透过庞大的内容数来积累访客量 之后再卖产品来赚钱的 想要经营一个能够被发现被看到的自媒体 那起码都需要大概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 创作者在这个期间当中拼了命的想内容 思考进行策略 终于积累到了自己的客户名单 但是如果你会投放广告 不再需要像刚才那种行销那样 花个一年半载来积累客户名单 甚至你只需要几天时间 就能够透过广告投放达到同样的数量 所以广告投放的威力是真的很强大的 几十甚至是几十万百万的流量 能够在超短时间之内获取到 所以在经营网络事业的时候 开头就掌握好广告投放的技巧 就等于说走了捷径 而很多一些网络店铺的广告投放 都可以做到例如回报是1比8 甚至是1比10以上的成绩 广告投放做得好的话 基本等于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所以推荐大家去学习一下 广告投放的技巧 第五个推荐给大家的技能就是marketing marketing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本质上一句话来说 就是让你赚钱变得更简单 更轻松的技巧 从调查市场环境和需求 到找出你的品牌定位 再到推出市场可接受的产品 再与竞品做差别化 然后进行行销企划和贩卖 这套从0到1的全体流程 就是marketing 如果你具备这个能力的话 再配合刚才说过的任何一种能力 都能够让你的身价得到很高的提升 所以总结一下 2020年长期让你赚钱的五个副业技能 分别就是第一内容能力 第二就是行销设计 第三影片剪辑 第四广告投放 然后第五就是marketing 如果你能够掌握以上的任何一种技能 其实在未来都可以让你持续获得回报的 不过呢老实说 比起专长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技能 我推荐大家是能够最低限度的掌握 以上所有的技能 目前呢以上所有技能 我都可以最低限度的完成了 其实如果只是掌握最低限度的技能的话 真的不难 你随便在YouTube搜索一下 会有一大堆的教学资源 为什么我说推荐大家最低限度的掌握 以上五个所有技能呢 首先大家想一想上班族是整个社会最庞大的群体 而上班族提高收入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从副业开始的 不过呢大家现在都喜欢风险低 成本低 未来收益高的创业项目 那其实就是自媒体创业 如果这一个副业干得好的话 很多人都会直接辞职自己内容创业的 如果你掌握以上所有的技能呢 在初期自己创业或者是副业的时候 基本上你真的是一块钱都不需要花 甚至没有任何运营经费 其实呢我当初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了 从内容到marketing到设计说图 banner到剪辑 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 所以呢早期才能真的没有风险 没有心理压力的坚持下去 现在终于频道可以获得收益 所以呢其中的一部分工作才开始委托出去 如果你开始副业或者是内容创业的话呢 大概率都是从你自己一个人开始的嘛 如果碰到需要设计的地方 你可能去找专业的设计师 想要卖产品的时候你需要创建一个行销系统 从商品介绍的着陆业到整个行销漏斗 你可能都要去找一个懂网络行销的人才帮你做 但是呢如果想要做的好的话 没有个几千美金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能够最低限度自己完成的话 就不需要花任何费用了嘛 特别是初期经营的时候呢 大概率你会没有收入 如果在早期还没赚钱之前你就开始花钱 增加自己每个月的固定花销 你真的会影响到自己内心的安定 这种入不敷出的状况会让你很焦虑 这最终会变成怎么样呢 最终可能你会做出不太利于长期发展的事情 就例如可能介绍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产品给观众 或者是可能比较标题党吸引观众点阅 这种操作多起来最终其实都是会失去观众对你的信任 之后你做任何内容翻门任何产品 可能都得不到很好的回报 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最低限度的掌握以上的所有技能的话呢 你在创业或者是开始复役的时候 难度就会极度的被降低 所以说才能是真正实现了零风险 零成本的创业 而无论你是要自己创业当老板 还是说想获得一门工作而已 掌握以上的五个技能都不会让你吃亏的 也就是第一内容能力 第二就是行销设计 第三就是影片剪辑 第四就是广告投放 第五就是marketing 那最后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启发的话 那记得一定要给这部影片点一个赞 因为现在我人在西藏的拉萨 已经高原反应连续三天 现在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拍这部影片的 还有呢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在西藏的旅居日常生活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副频道哦 不过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话 我的主频道主要是向你分享一些网路赚钱 和网路创业的方法和技巧的 如果你对这方面内容感兴趣 记得订阅点开旁边下铃铛 而且第三步要点开全播哦 还有呢 记得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在那里我也会分享很多 有价值的知识 甚至可以跟你互动 那我们过几天再见吧 拜拜